基隆市七驱一里特色 最后一站来到了七堵区 七堵区二十里全部出洞 从地方产业到特色景点 人文风情都展现其独到之处 现场相当热闹 七堵区人才积极 各里带来精彩的动静态展出 百福里长领军的百福国中国乐团 轰动全场 还有各里的摊位展示 让人看见特色景点极美实 像志强里 它本身有个清泉室 里面有一个大概我们全台湾省 最高的地藏王的菩萨 这很多人就不知道 甚至于说我们马西 马西好山好水 有一个富民清水公园 很多的乡亲还不知道说 富民清水公园 他们一直认为是在富民里 其实是不对的 那当然我们除了马林有类 一些绿竹笋啊 一些土蜂蜜啊 像这些无形中的资产 都有地方浓厚的人文特色 但是很多乡亲都不知道 像比如说永安好了 它除了俊德吊桥以外 它还有永安有三宝 通螺烧 米香 还有茶叶蛋 为什么叫做三宝 他们每次办活动 就会把这些东西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最主要是他们做的味道 米香不输我们基隆十大伴手里 正汪里推出问答 送奖品的游戏 从中让民众看见地方特色 最有特色 基础给他公演的 农魂介绍 还有我们独集办过的活动 还有全台湾最高的地藏王菩萨 就在自强里内 地藏王菩萨 高度三十六十 可以大家去那边 祈福 华院 保育 国家平安 各人的平安 市长议长等贵宾都到场参与 对于七土区所举办的一礼特色 给予极高的肯定 就去二十个礼 通通的都参加 哇 我们每一个礼都有非常好的特色 各有所不同 因为七土其实我们 其中是农业中正 所以这个地区非常热络 像我们长安礼 这个张礼长 这台湾的原住民 把他整个带出来表演 非常了不起 透过我们每一区 每一礼 将我们所有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特色 在地的美食 透过园游会的方式 介绍给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了解 七土二十里推出的各自特色令人惊奇 除了看见在地的产业之外 也让人感受到浓浓人情味的七土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不说不说不说 不说不说不说